大家好 班农最近一直在关注拜登 关注拜登的身体 拜登健康现在得到美国全国媒体的关注 班农的媒体也关注着拜登身体 班农最近在节目里说 演讲时候 班农在进行全国性电视讲话的时候 眼睛由蓝转成黑 班农说拜登眼睛由蓝色变成黑色 前白宫首席顾问质疑 这种颜色的改变是由药物引起的 是拜登吃药 药物引起的 两年前电视讲话曾经是在 左眼冲雪 左眼冲雪 出现红肿现象 所以美国总统拜登健康状况 受到美国民众的高度关注 他在3月11号发表的就职后 首次演讲眼睛颜色 突然生变引起了白宫首席 白宫顾问班农质疑 表示15年前他照片中显示 眼睛是蓝色 怀疑是药物引起的 值得关注的是 19年拜登电视讲话中 曾经出现眼冲雪现象 班农在他电视节目 叫战情事中说到 相较于拜登此前所拥有的 二蓝眼睛 老兄昨晚看见实在太可怕 拜登眼睛究竟是出了什么状况 是他使用药物所造成的吗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将拜登形成为昏昏欲睡 但是拜登医生在谈到 这77岁高龄的领导人士表示 他的身体似乎没有迅速 慢下来的迹象 活着大学凯文奥康纳医生 应要求发布三页的 拜登健康状况医学摘要 将拜登描述为健康 符合执行总统职务的能力 美国全博广公司NBC指出 根据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的 医疗记录 拜登的病史没有新的显著变化 拜登从1980年代后期 两次动了脑瘤幸存 尽管病情 因随后的身静脉血栓 形成的肺栓塞变得复杂 但是奥康纳表示 目前没有任何对拜登健康 和医疗状况的严重威胁 强调过去的病史已经受到控制 拜登正在服用 用血液吸食剂 还有药物来治疗胃酸反流 党固醇和季节性的过敏 NBC医疗新闻通讯员 叫约翰托雷斯 他分析说胃酸反流有时候会引起嘶哑的声音 这种声音有时在竞选中会很明显 胃酸反到这个嗓子部分 烧嗓子时间长了 这个嗓子会发炎 甚至嗓子会出现沙哑 奥康纳自09年以来就长期担任着拜登的主任 主任医师 他重申拜登的身体状况稳定 值得注意是拜登的状况归结于他决定 不吸烟不喝酒 并且承诺每周至少有五天需要进行锻炼 拜登还切除了他的胆囊 并且近年来已被优先治疗非癌性吸肉还有皮肤擦伤 拜登的年龄时常被拿出来讨论 质疑他无法担任美国总统 但奥康纳并没有提起拜登有任何精神上的缺陷 他只说拜登最新的身体表现显示出 他的颅神经和前庭功能是正常的 回顾去年9月4号 拜登眼睛曾经出现过冲血现象 当时他仍然在竞选民主党的党内总统提名 他在电视转播气候变迁讨论中发言时候 他的左眼突然冲血 眼白则是瞬间变红了 使得多家美国媒体当时就报道说 拜登的健康是否亮起红灯 华盛顿观察家报的指出 拜登的左眼血管似乎出现破裂的状况 迅速冲血 眼睛破裂的血管也被称为叫结膜下出血 可能有多种原因引起 包括高血压 出血性疾病 血吸食剂 甚至是过度劳累 而拜登前助手在去年讲话时表明 他认为外界队 尽管外界队认为拜登出现健康状况 但他和他的与拜登亲密的人都认为 拜登他是健康的 所以现在拜登的健康状况引起了共和党人 特别像班农这些人他的高度关注 我觉得未来拜登这四年我觉得很悬 很悬 就是你说你身上就算有点小病 就共和党人天天在这炒作 你气我觉得也会把拜登祈祷 特别遇到这些国家大事有的时候 为美国的利益 这个拜登是不是也是费寝忘食 所以我觉得拜登这个四年是个坎 这四年可能干完了 如果能安全的结束这四年 四年以后这个拜登可能就去世了 累死了 那个有可能在任的时候 在任的时候可能也就完蛋了 那美国历史上又会出现很有意思 哈里斯副总统哈里斯继任了 又一位首任美国总统 也是个历史现象 所以有时候你看美国真的 这个也没办法 选择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 年轻人 年轻人其实可以选择当总统的 但是培养不出来 奥巴马当两届也就退去了 所以我说 美国政治未来 我真的我现在很悲观 我觉得现在美国 他这个民主制的未来选举 你说能选出什么样的人 川普身体很好 但是川普 是吧 他不懂政治 拜登呢 很懂政治 是吧 带领着美国 冷静客观的和中国竞争 但身体又不好 那有时候我现在对美国这个政治 未来的发展很悲观 再回到川普呢 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说是一种 简直是一种羞辱 美国人民再回到川普 又选了川普 再当一届总统 所以我现在对美国的政治 真的啊 很悲观 特别是拜登啊 这身体状况 你想一个总统如果突然去世 美国人什么心情 全世界是什么想法 哎呀 真的不敢想象啊 班农像班农这种人 也是在越越越越市 你像蓬佩奥这些人 阴险狡猾 都等着什么未来当总统呢 所以我现在想啊 这个美国人你们也得自己想想你们 你们美国未来选出什么样的人 那些参议员 你看看那些参议员 反共的 反华的 反中的那些人 蓬佩奥让他当上总统 我的妈呀 那得是什么样的美国总统 现在美国真的啊 你说这些政治人物 你想一想还有谁 我很悲观啊 因为我看不到美国未来政治 没有新兴 没有一个政治新兴 民主党那更是 你说民主党那有谁 那佩洛西的老成什么样了 那佩洛西还在那呢 拜登77了 还在那呢 民主党那部到底有没有人了 奥巴马肯定不行了 奥巴马两接人气 完事了 不能再担任 所以我说民主党啊 就是培养自己人 培养出自己啊 未来的接班人 哎呀 中国也在培养接班人啊 那美国这个民主制度 我也看啊 就是美国应该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真的 我替美国人挺担心的 我替美国人就会坐下来聊天啊 我们在这边的市民里的接班人